晚上好 我是思雨 国会特别会议原定在明天召开 但首相慕尤丁以国会出现11宗确诊病例为由 延迟国会 这个决定立即引起反对党议员的质疑 前卫生部长主机菲里指出 国会召开前也就是7月23号进行检测后 1925人当中有53人确诊 确诊率为2.8% 但特别会议照常在7月26号进行 来到7月29号 1183人的筛检结果只有11人确诊 确诊率比早前更低也就是0.9% 却不能召开周一的特别会议 因此他在推特上标记卫生部和卫生总监诺西山 质问关闭国会的科学依据何在 不仅如此 苏邦国会议员黄基全认为 诺西山应该要对无限期展延国会做出解释 黄基全指出公务员应该是完全中立的角色 尽管人民已经知道卫生总监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 但他依然需要向国家援手解释 为什么他建议国会修会停止紧急状态条例的辩论 国盟政府地位频频被质疑 虽然副首相伊斯迈·沙比利重申 40名国政国会议员一致支持首相慕尤丁政府的信函是真的 但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则有另一番解释 根据《阳光日报》报道 阿末·马斯兰透露 40名国政议员支持慕尤丁的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巫统最高理事会的一决是 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但巫统没有撤回对国盟联合政府的支持 并认为这份声明存有误解 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阿末·马斯兰补充 巫统目前想维持国盟政府的合作关系 因为国盟依然有115名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 此外巫统大会已经议决 不会和共振党及行动党合作 因此和蓝眼火箭组成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有传伊斯麦沙比利被委认为过度首相仪式 伊斯麦沙比利则澄清纯属谣言 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向早前举行的和平集会 昨天人民团结秘书处发起初来反抗集会 成功号召遇100人上街抗议 对此内政部长韩沙再努定 抨击集会者持有双重标准 因为他们反对政府允许工厂运作 却号召人民集会群聚 韩沙认为集会者只是为了分裂社会 让人们感到惶恐不安 同时指出呼吁人们参与集会是企图破坏国家的行为 因此他将集会者称为煽动者 另一边乡 全国总警长艾克里沙尼透露 警方共接获20宗投报 目前已调查集会主办方和参与者 并确认29名集会者身份 警方将会传召他们录供以完成调查 换个焦点 巴生谷直接登门接种疫苗今天开跑 科医及革新部长凯里指出 政府将会在近期内让全国各州人民 以直接登门方式接种疫苗 近期内将公布详情 凯里表示 目前政府只是允许勒林人士 walk in接种疫苗 至于是否要扩大接种范围 则取决于疫苗供应 但政府会不断进行监督及调整 此外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透露 全国还没有接种疫苗的 85,000名教师 将会在9月1号 学校分阶段复课前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除了教师 非教职员及合约支援服务职员 包括学校食堂业者 校车业者 保安人员 也将会被安排接种疫苗 以便确保校园范围内 达到群体免疫 今天的大事迹到此 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会 本期百科大事迹 是由太来学院与大学 荣誉呈现 更多详情请浏览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来介绍 Would you like to know that